放学路上 男孩捡到一颗西红柿 谁知吃了以后男孩就死了 他爹赵七拳提着砍到满村子大汗 是谁干的 可两个月过去 媳妇没等到 却等来一位身着红丑袄的小姑娘 亲亲 她的出现引得学校里的男人们纷纷偷偷窥视 就连赵德义也不禁心动 因为在这个黑枪挥瓦的环境里 亲亲显得是格外美丽动人 可亲亲止住了一天 她的红棉袄就被人偷了 老婆不仅连手都不给摸 还三天两头往娘家跑 看着是早有改嫁的打算了 所以二话不说带人去搜 红奔奔和红棉袄没收到 结果在梁房的枕头里搜到大米 梁房是负责给大家做饭的